他有一個資深子 而且跟人家搞婚外情 那個婚外情的對象 他是個間諜 傅小田是間諜 小朋友是在美國出生的 那如果他的爸爸 真的是秦剛的話 美國人的爸爸就是 小孩在美國生的 秦剛消失了三個多禮拜 秦剛消失三個多禮拜之後 今天爆出一條西子是 他有一個情婦 這個情婦 是鳳凰衛視的當家主持人 叫做傅小田 而且講傅小田居然是劍橋畢業的 劍橋 傅小田在劍橋 劍橋有一個專門 以他命名的花園 寶姐事實上今天在兩岸三地 特別在中國大陸 最紅的一個八卦就是秦剛 因為他已經從6月25號出面 到目前為止已經神隱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到目前為止 沒有人知道他人到哪裡 當然中國的說法就說 他是因為這個肝膽 COVID-19 問題是COVID-19 你現在有需要到兩個禮拜嗎 你快30禮拜了 不需要這樣的狀況 而且你知道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目前王毅站在他的這個位置 那包括說像這個 這個很引人這個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王毅明顯跟這個秦剛 兩個是不對盤的 你怎麼會讓王毅來接任啊 他們兩個不對盤 當然啊 那今天還有誰很開心 趙立堅啊 趙立堅馬上他老婆就說 今天是個好日子啊 為什麼 因為王毅提拔趙立堅嘛 那是秦剛把他拔掉的嘛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 秦剛消失大家都在想 他到底是什麼了 被秦剛消失趙立堅的老婆 居然講今天是個好日子啊 那到底怎麼回事呢 第一個 現在有兩種說法 第一個我們前一陣子 不是有火箭軍的 很多高官落馬嗎 很多人就說 他可能跟火箭軍有相關 也就是說他火箭軍的 這個相關的這個 這個泄密案來說的話 秦剛可能也扮演一個角色 所以這就是 他可能落馬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有傳言說 他有一個這個私生子啊 而且跟人家搞所謂的這個婚外情 這可能也被調查的這個狀況 但是你想說婚外情這個調查 這怎麼會被 怎麼會有影響他的仕途 傳言是什麼 傳言是說 那個婚外情的對象 他是個間諜 那是間諜在查他間諜的時候 他抖出了秦剛 所以秦剛才會被人家調查 這樣一個狀況好 那現在到底 人家就說到底那個女的是誰 結果人家就說啊是這個啦 是鳳凰衛視的這個節目的主持人 傅小天 跟他有關係 所以現在這整個 原架構是這個樣子的一個狀況 傅小天是間諜 對 好那為什麼這樣說 這讓傅小天過去一段時間 他就是風雲對話的這個相關的這個主持人嘛 那這個影片是他 在這個這個秦剛還在駐美大使的時候 他去採訪他 這是採訪的內容 對他採訪內容裡面說 這個採訪內容啦 講秦剛講了很多美國的好話 那這樣他們兩個在講的時候 欸很多人就說什麼 欸你看 當時就有媒體就有人說 欸你們好像是有點在談情說愛 含情默默的感覺 不像採訪 大家都說欸他們兩個感情 感覺起來很曖昧的這個狀況 你看一個女生會在跟你採訪的時候 等我看 這個什麼 這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駐美麗兼共和國的大使館 這個是秦剛發布的 是 秦剛發布的 秦剛大使接受鳳凰衛視風雲對話 欄目的採訪 這一張照片 對 一定是秦剛選的 你如果仔細去看他們兩個的動作裡面 來說話 你會覺得那個女生 對秦剛 或是他們兩個的動作 真的相當曖昧 他在採訪的過程 你可以看到 這個傅小天常會摸他的頭髮 然後是怎樣做一些動作 那個都是很 這個正常 你看他會這樣子 笑得很開心 這個如果你跟那個官員採訪 照理說是不會這個樣子的 所以當時就有人說 他們採訪的過程裡面 兩個很曖昧 神情曖昧 對 看起來關係不一般 這是去年的時候 大家都這樣講囉 好 他去年都這樣講的時候 後來秦剛 他在這個微博上面 他的這個首頁裡面 就用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人家就說 其實就是當天 他接受傅小天採訪時候的照片 所以就說 他兩個真的是 這是傅小天拍的嗎 對 他們兩個就真的關係 非常非常的好嘛 所以人家說 為什麼 因為傅小天為什麼會被傳出來 因為傅小天現在 他就已經不在這個位置上面 因為他在從四月多的時候 他就已經沒有在 因為他可能是生了一個小孩 你看他就是最近 他抱著這個小孩 然後飛到這個美國去 他就說 我帶著這個小孩到這個美國去 那我上次來到美國的時候 是去年的時候 那去年就是採訪 黃秦剛的時候嘛 那人家他抱著這個小孩 抱著這個小孩是今年出生 那今年出生的時候 因為他對外宣稱來說的話 人家也不知道說 這個小孩是誰的爸爸 他只說 這個小孩是中國人的爸爸的小孩 所以現在整個這個 完全就都在一起的這個狀況 好 那為什麼會講說 傅小田呢 他是間諜 我就跟他講 中國媒體呢 就個中國的這個八卦網 上面就包出來 原本的傅小田 他過去就已經有被抓過一次了 他被抓過一次 什麼事情呢 是之前的紐西蘭的前總理 好像中國有派出傅小田 去跟這個 跟紐西蘭的總理交好 交好說 後來就是紐西蘭的總理 好像就變成是說 常常都要聽中國的話 這樣的狀況 那當然這是大家在講 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但是大家講到說什麼 因為傅小田的出生 有一點點讓人家覺得 很奇怪的一個狀況 抱歉 傅小田 他當然啦 他是一個非常厲害 他還念到這個劍橋 這個劍道 念到很多 說這個牛津大學等等 就知道劍橋大學等等 就知道 他在劍橋裡面 有一個非常不一樣的 他在劍橋裡面 有一個屬於他自己的花園 他的花園 以他的名字來命名的 傅小田的這個花園 他有這麼厲害 抱歉 那華人能夠命名花園 在這個劍橋裡面 只有兩個人 上一個是徐志摩 然後其他下一個就是他 那人家很多人 當時被命名的這個 大家覺得很奇怪 想說他有什麼能耐 他也不是什麼特別厲害的人物 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你要說有什麼這個 如果他是名人 徐志摩是名人 或許你這樣還有意義 但是問題他是誰 他是要做什麼咧 就後來你知道 你的舊人說會不會是 因為劍橋本身也不缺錢 劍橋也不需要斗內 你斗內他也不會 可以弄一個這個花園 所以他有一個花園 你就知道說其實是蠻特別 然後後來還說 獲得意大利總理頒的什麼 意大利之星的這個騎士 還有意大利騎士之星 你是一個採訪者 你那個文化 你怎麼會獲得這些東西 所以很多人都說他的出身背景 是相當相當的引人狹窄 而且你知道 現在有人說什麼 有人說他是江派的間諜 為什麼有人說他江派的間諜 因為他從 他後來回到這個中國去的話 他也是回到香港 他還是節節高升 那當時在管理這個整個香港 就是江派的人士 所以可能是江派人士 把他拔鑄上來之後 那因為又有人說 因為秦剛是親美派 那是不是有什麼相關的關聯 那當然目前為止 大家還是持續在吃瓜看好戲的狀態 他是英國建橋大學丘吉爾學院的 是哲學碩士學位 他本科在中國 北京語言大學英國語言學系 還有他是北京大學經濟系 你可以同時念到北京語言大學 又可以同時念北京大學 所以你知道 她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女生 那她出身也都非常非常的神秘 你看可以在這個所謂的 這個建橋大學的花園裡面 有一個諸董專屬你的花園 好那事實上今年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 你看這是今年他3月28號發的 那爸爸奔赴使命去了 忙得連生日都沒有時間過 只能夠搖助爸爸生日快樂了 抱歉那這一張照片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很有鬼呢 因為那發佈時間在美國的3月18號對不對 事實上3月19號就是秦剛的生日 所以他為什麼爸爸奔赴 他當時就剛好救了外交部長兩會結束 忙得連生日都沒時間過 只能搖助爸爸生日快樂 那到底是誰 他想說319就是秦剛 那你看翻出他們兩個之前 有那麼多的曖昧的這個照片 那麼多的這樣狀況 所以有人就說他就是 這個他的小孩就是秦剛的小孩 所以現在整個大家都在 完全都炸鍋在討論這件事情 而且現在大家把這個他的小孩跟秦剛 做顏面的對比 還真像耶 對 很多人就說很像很像的狀況 好 那當然為什麼秦剛會 會目前為止有這樣的傳言 因為秦剛太受習近平的寵愛了 抱歉你知道嗎 實際上秦剛本身的出身也就是個謎 很多人就說他是可能中國 這個過去共產黨高層的後代 那為什麼 因為他從這個駐美大使一路回來 幾年的時間他已經升到國務委員了 這麼快的這個火箭般升官 火箭升官的話 那當然會引起裡面有人 特別是王毅系統對他的不滿 尤其是他上台之後 就把王毅的這個趙立堅砍掉了 那他為什麼會跟趙立堅兩個不對盤呢 因為很簡單 因為他是科班出身 趙立堅你什麼 你什麼湖南什麼鐵道學校畢業 你什麼你就是靠這個 所以他就是對他很不滿 所以才說這裡面有非常多的故事 還在發酵之中 那我們當然就繼續吃瓜看戲下去 好 體會 這個事情真的那麼精采 而且剛剛講 現在秦剛開始 也在找他的紳士知名 他的紳士聽說 這非常跟這苗紅的紅五類 而且剛剛講 我聽到 這個也太厲害了 他居然一個女孩子 一個有史以來 第一個華人女性 竟然在劍橋大學 有一個花園 是以他來命名的 對 重點在哪裡 現在大家能夠接受一件事實嗎 什麼事實 這一位小朋友 這個嬰兒來講 是在美國出生的 那如果他的爸爸 真的是秦剛的話 那美國人的爸爸就是中國的外交部長 這個習近平能夠接受嗎 整個中國裡面能夠炸鍋了嗎 這才是一個 小孩在美國生的 是啊 因為他是在LA生的 他的這個 傅小田的爸爸媽媽都在LA 在幫忙他照顧這個小孩 那所以他當時來講的話 第一個 3月18號那個微博就是要 搖住這個什麼的 他爸爸生日快樂這個東西 後來拿掉了 拿掉剩下3月19號那一個 他以他自己的名義 然後抒發他的情感 這不愧為什麼 十大什麼優秀青年當中所講的話 而且他在飛往這個 這個華府的這個過程 就是LA飛往華府的過程當中 直接把他的兒子的名字寫出來 KIM 這個就是琴嘛 那所以代表說 這史蒂威山要不要 他已經故意的 要把這個事情 不斷地就線露出來 等一下 我今天帶這個小孩子 我從LA飛到了這個華府DC 當時說我是一個工作的訪問 然後工作的訪問 然後我就把小孩弄出來以後 這個小孩叫 Air King 對而且他在今年年初 就丟掉這個工作 臨時換了主播以後 就是這一份這個所謂的 這個鳳凰衛視的 這一個節目就已經停 就不是停掉 是換另外一個節目主持人 那為什麼被這樣子結束掉呢 有人說就是因為 他生了這個小孩之後 結果現在來講的話 就被調查 所以現在你看 中國的媒體就開始在 羅織一件事情 把他歸類成為叫做間諜 因為把他打入間諜之後 那這個東西是不是 秦剛是受害者呢 還是秦剛是個加害者 還是秦剛是個受害者 所以這個之間來講的話 中共在鬥爭 其實這個有很多很多的手法 我今天要鬥秦剛 可是我又不想把秦剛給鬥死 我要把秦剛給鬥死 緋聞是一個最好的下台階 但是緋聞的對象 就要選擇了 是啊 那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秦剛傳說 但是這沒辦法證實 他可能是博古 博古的後代 什麼叫博古呢 博古當年就是在 共產黨創黨之後呢 後來送到這個俄羅斯去留學的 而且他的地位是跟著毛澤東 13個布爾喬雅的頭 沒錯就是他的頭 然後後來他是在 遵義會議的時候失事的 但是他生了一個小孩 後來這個生了小孩之後的 等於是他的所謂的孫女 叫做秦辛華 秦辛華跟另外一個 就是鄧小平的 本來的第一任的妻子 後來也離婚了 離婚之後呢 嫁給另外一個姓李的之後呢 的後代 也就是說他其實有一邊是 博古的這個血統 一邊是鄧小平的這個妻子 如果他是博古的後代 是秦邦縣的後代 那很可怕的是 他以前的地位是比毛澤東高的 他以前是解了毛澤東的兵權的 他等於說是整個蘇聯 跟這秒紅親自提拔的 這個才是真正的紅三代了 因為照道理來講的話 習近平其實他的地位 可能也比不上秦鋼 他的這個血統 這麥的血統 所以簡單來說 這個到底要怎麼處理他 如果處理他的話 那整個家族來講的話 那這會涉及到 整個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問題 所以這一件事情知識體大 所以現在只先用 新冠肺炎的一個藉口 然後接下來看歧視發展 就看起來這個女的 女孩子可能要被犧牲掉了 可能就以間諜罪的方式來處理他 然後被認為說 秦鋼可能就受到什麼樣的誘騙 或是什麼之類的 所以他一直在丟一個訊息說 他之前什麼 這個紐西蘭的這個前總理 他去欺騙過他 那當時引建的就是當時在 紐西蘭擔任間諜的 這個國會議員叫楊健 楊健就把這個 這個傅小田引建給Junkie 來擔任這樣的一個 這個女間諜 這樣的一個故事 全部都編出來了 傅小田曾經講 我沒有男朋友 我沒有結婚 然後呢 竟然他就生了孩子 生了孩子以後 你在鳳凰衛視 你照樣講你沒有爸爸 照樣講這個在中國 也是不得了的事情 居然整個鳳凰衛視 為他遮掩嗎 而且他就沒有在 有站起來的 就大家都知道 沒錯 2022年的3月的時候 他在微博告訴大家說 他沒有男朋友 沒有嫁老公 但是2023年的時候 3月的時候 他竟然說自己小孩 已經100天了 也就代表說 他在今年的年初 是生了這個孩子 那中間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應該懷孕 肚子大起來了 結果你知道 在2022年的3月以後 一直到2022年的年初的時候 中間的所有的專訪 第一個 他是用視訊的 他就是沒有把自己的下半身 把它露出來 第二件事情 就是說他刻意的是隱瞞 比如說他穿著來講的話 注意有些比較寬鬆的 或怎麼樣的 也就是說 大家在懷疑說 那如果這中間過程當中 你沒有任何的照片 可以顯示說 到底你沒有懷孕 那這樣子的話 特別是後面這幾個月 將近大概6月以後 到12月的時候 到底你的身體的狀況是怎麼樣 沒有人知道 在微博上 在所有的媒體上面 全部都是以上半身為主 而且上半身就不見了 我覺得這個代表 他說傅小田完成情剛採訪後 在2023年初就生下一個孩子 那在微博上 從來沒有說這爸爸是誰 只是說 我爸爸是中國人 是 那所以現在網路上就要比對 比對秦剛這個嬰兒 還有比對傅小田這個嬰兒 高達27% 28% 有人說 如果你比對是70% 那是錯誤的 因為不可能一個小孩子 跟父母親可以完全都長一樣的 除非他跟他自己 才有辦法去完全比對90% 或70% 那如果能夠比對 在27% 28%來講的話 那大部分肯定可以證實 如果媽媽是27% 爸爸是28% 那大概就是差不多了 就是這樣子了 所以到底是不是傅剛生的 這個可能在 這個傅小田的這個微博 洩露出來的相關訊息 很多人肯定是 但是中共在動爭的時候 常常都用這種緋聞呢 來壓制住他真正的其他的案件 所以我們其實要再看 可是就要這樣講 傅小田也很優秀耶 是啊 他當然很優秀啊 現場大學 所以傅剛才會看上他 你在中國 你在講 你在中國你有可能唸 去唸語言大學 又去唸北京大學 可以唸到兩個學位 特別是英文特別好 而且他英文特別好 你如果仔細聽他 專訪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領袖 所以他基本上是 刻意被栽培的一個對象 否則來講他的節目 是沒辦法做下去 誰有那個能耐可以說 我就要訪問 比如說某一個加拿大的什麼總理 我要訪問什麼 哪一個國家的總統 那誰可以 誰可以有這樣子的能耐 一定是外交系統在幫他嘛 所以他才有辦法說 這個節目 鳳凰衛視的節目 就給他專訪 所以他有特權 而且我們看到 抱著小孩做私人專機 從LA飛到DC 私人專機 所以私人專機從來來的 是誰提供給他的 這都他調查的 因為你知道 這大概只有富商才有這個成績 連中國官員 連習近平出國 他也用公務飛機 這個私人專機 他從來來的 一個主播就可以做私人飛機 那到底他中間的過程是什麼 中間的貿易是什麼 其實大家都爭大眼睛開 好 中國有句話 我要鬥垮錢 我要先鬥臭 真的 周永康也好 薄熙來也好 都是一樣的模式 對 沒有錯 那麼周永康事實上 那麼在他這個等於說 這個被逮捕之前的兩天 在前兩天 因為他們早就中共中央 早就派的調查人員 24小時跟進他嘛 你知道這些調查人員 跟進到什麼地方嗎 跟進到 那麼在北京的一個商場 一路跟進 司機那麼開著 開著車子載著他 到這個商場的地下停車場 停車了 周永康一個人走下來 司機跟車子留著 那周永康走下來到哪裡 到遠處比較遠的地方 停了一輛私家轎車 周永康上車了 調查人員尾隨 繼續做24小時監控 他們後來有公布部分的 這個監控的影帶 裡面有一個央視的女主播 就坐在車子裡面 僵氣 對 然後進去幹嘛 進裡面 進裡面沒有錯 各位你們心裡面想的東西 就是真的 是號稱一個71歲的中共常委 在裡面車陣 你知道嗎 那裡面的整個過程 全部都被拍下來 全部都被錄下來 把這一段 他們等到這個錄到的這一段以後呢 在隔天發動了 那麼把周永康直接軟禁 緊接而來逮捕 那這個央視的女主播啊 她也很慘 為什麼呢 因為她除了馬上消失在這個央視之外呢 她家裡的住宿 號稱 所有所有的 包括她的牆上 包括她種的那個盆栽裡面 全部被倒出來 每一片土都被壓壓壓壓 全部壓 為什麼 要找相關的資料 為什麼 因為他們懷疑 這個女主播呢 事實上是不是軍方的 軍委會的副主席 徐才厚派出來的 他們要找 那麼是不是透過這個女主播啊 有沒有傳遞相關的訊息啊 那個相關的紙條什麼東西 必須找出來 所以絕地刪取 到底有沒有不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徐才厚 後來不是被鬥垮了嗎 被整個被鬥垮了嘛 然後周永康也被鬥了嘛 這個太太也被捕 被捕了以後呢 從相關的去行賄的人裡面呢 供詞裡面說 曾經把這個價值好幾億的匯款 透過他太太轉交給周永康 最後這個年輕的太太 判了九年的牢 你就知道在中共要鬥你的話呢 那不管你是常委那麼大 還是地方的什麼總經理 副黨委書記 第一個當然是貪污 第二個就是女色了 對不對 那之前就不太強調說 你發現一個怪現象 秦剛不見來 中國的外交部長 這麼重要的職位 而且最近有這麼多的國際會議 這麼多國際的活動 他竟然都沒有出現 讓王毅出來 甚至劉鶴都出來了 可是今天謎題揭曉了 現在傳出秦剛 你居然有一個情婦 這個情婦是什麼 鳳凰 鳳凰衛視的 傅小田 對你知道這個應該又是中共對外宣傳的一種手法 為什麼這麼講 這是宣傳手法 秦剛從6月25號 見了越南外交部長還有俄羅斯的副外長之後 就笑是不見了 有人說被中紀委去約談 那約談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他有一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情婦一個外遇案 那這個東西來講 你看到今天為止7月14號了 秦剛已經將近快三個禮拜了 不是兩個禮拜 就算三個禮拜 之前傳說他是因為中了新冠肺炎 但新冠肺炎大家講說 一個禮拜就差不多了 應該要付出了 而且怎麼會那麼久呢 原來今天全部消息都鎖定了什麼 這一位傅小田 那傅小田是誰 傅小田他其實是鳳凰衛視的 這個節目的一個主播 曾經什麼 曾經在2022年的時候 3月的時候跑到美國去訪問秦剛 然後訪問秦剛之後 秦剛當駐美代表 在駐美大使的時候 他跑到美國去訪問他 對 訪問秦剛 但是當時在3月底的時候 2022年3月底 他還對外宣稱說 他沒有男朋友 而且沒有結婚 然後結果後來過了一年之後 到了今年的年初的時候 竟然生出一個小Baby出來 然後生出百分之三 沒有先生 沒有結婚 沒有男朋友 生了一個小孩 然後在3月的時候 他就搭飛機從LA 這他微博上自己寫的 從LA飛到華府 而且重點是抱著這一個 將近一百多天的小Baby之後 他還在後面寫說 這一個小朋友的名字叫 Air King 就是秦 秦艾爾 你知道嗎 這個飛到 因為當時的秦剛已經從美國 回到中國做外交部長了 但是你知道 在這過程當中 從今年的年初一直到3月的時候 傅小田一直在他的微博上面秀恩愛 怎麼秀恩愛 3月19號剛好就是秦剛的生日 結果傅小田在他微博上面寫什麼 他說 他說真正愛一個人 關心一個人 不是盼望他升官發財 平步輕雲 孤獨地站在風起的山巔 而是希望他能夠擁有身體的自由 內心的自在 眼裡有光 身邊有愛 和家人團聚 看日出日落 雲散雲開 Many have returns 他講這段話 剛好那一天就是秦剛的生日 而秦剛剛好在3月13號 以外交部部長的身份 對外發表記者會 那你從當時他就已經升官了 所以他心裡是雀躍的 那雀躍的 等一下 他這個是一個生日的祝福 Many have returns 這個祝福語不是說你收穫很多回報 而是年年有今日 歲歲有今朝 是他等於在幫秦剛在祝福 但是他並沒有直接點名秦剛 大家看得清楚的人都知道說 那既然他是小孩又姓秦 然後他又跟這個秦剛之間 有一面支援過 那會不會有什麼 而且你看到 一面支援 而且你看到 那一個 一面支援就 他在訪問秦剛的時候 你看兩個韓秦陌陌有沒有 這是 2022年3月的時候 在訪問秦剛的時候 這張也要細看 秦剛大使接受 鳳凰衛視風雲對話 欄目採訪 就弄了這張照片出來 那這張照片韓秦陌陌 大家說一定有鬼 背後一定有什麼問題出現了 那剛好這個就是 沒做生了孩子了 對 生了孩子以後 這個就是這個小baby 然後就在拍這個照片 而且你知道 他傅小田是做專機 做專機到華府去了 而且抱著這個baby到華府去 那你還要想到一件事情 就我們國內如果有記者 做那個專題的主持人 他怎麼有可能自己有私人飛機 那郭台銘的等級才有吧 那像這一種記者 他怎麼可能自己有這種專機呢 我連商務艙都沒有 所以你看到 對他來講的話 到底是誰在保護他 誰在照顧他 那因為這一號人物 傅小田 也不是一個省油燈 因為有人傳出說 他根本就是個間諜 為什麼這麼講呢 他是個間諜 對 因為在2019年的時候 當時 紐西蘭的總理 John King 他跟這個傅小田 聽說也扯上一腿 那所以因為扯上一腿之後呢 所以中共就用這個東西來壓迫 這個紐西蘭的總理 叫他紐西蘭的總理 在退休之後 一定要常常訪問中國 否則當時全世界 都在制裁中國的情況之下 沒有外國領導人 在訪問中國 對 所以John King 就不得不被綁架 然後被到中國訪問 所以這個傅小田 曾經有過這個案子之後呢 後來就消失無蹤 然後呢 後來又主持節目 但是主持節目 就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就被拔掉了 也不知道有什麼原因被拔掉 然後6月25號就傳出這個秦剛 被中紀委約談 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趙立堅的老婆 趙立堅 他的這個在微博上面 然後講說今天是個大好的日子 為什麼 就在 就是說非常開心說 終於秦剛 這個被搞下來 為什麼意思呢 因為秦剛本身來講 要回國之前 先處理掉趙立堅 趙立堅當時 趙立堅是被秦剛處理掉的 秦剛也是發言人出身的 那趙立堅就是發言人出身的 那這一號人物 其實秦剛不喜歡 所以當時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就把它處理掉 把它下放 等於是下放到邊海思 那大蔥就是趙立堅 臭丫頭是他老婆 大蔥跟臭丫頭 然後講今天是個好日子 介發小視頻以後 大蔥跟臭丫頭的微博視頻 對 所以有人說 今天是個好日子 對 有人說這根本就是外交部 中國外交部內鬥的好日子嘛 那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因為秦剛 他現在已經不見了 消失不見了 那有人認為說 那為什麼突然間是在這個時間點 丟出傅小田這樣的一個緋聞出來 那代表是要想要蓋過什麼東西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中國的官員其實在情場上 在這個什麼游小三情婦來講 其實是西中平場 很多人都有 上一次我們不是討論彭帥的事情嗎 張高麗的事情 結果彭帥的事情就沒了 張高麗也沒有被怎麼樣 所以到底是說 因為他到底是什麼案子 聽說是背後還有更大的案子存在 才會把匪文案丟在前面 讓大家去討論匪文 然後就忘記後面了 因為如果後面 就像前些日子 網路上大家在傳說 可能跟火箭軍的間諜案 是有關係的 那如果是間諜案 在中國是唯一死罪 如果是匪文案的話 重重拿起輕輕放下 基本上就沒什麼事情了 好 瑞德 所以去觀察中國的商場 剛剛講到的 你不要看他那個什麼 丟了什麼訊息 而是他的背後的故事才精彩 對 沒錯 那麼中國最衰的男人是誰啊 他叫胡濟勇 為什麼呢 胡濟勇是誰 胡濟勇是 中國石油旗下環球工程公司 北京的黨委書記兼總經理 來頭也不小對不對 一個分公司的黨委書記兼總經理 他為什麼是中國最衰的男人呢 寶傑你知道 中國現在流行一個叫街拍組 什麼意思 我就來介紹 看到美麗的女人 我就把它拍下 拍起來以後怎麼辦呢 放在我的微博上面 或者是我的抖音上面 吸引人家來看嘛 結果呢 在中國四川的成都呢 有一個這個叫街拍族的攝影師 他拍了這麼一段 這麼一段 我講坦白的 旁邊這個女生呢 他長相甜美 他的身材又很正典啊 然後呢 就把它拍下來 可是旁邊這個男的 拍的人不認識他們 旁邊這個男的有點違和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兩個人手拉 手牽手之類 中間有一段發現有人在拍了以後 那個男的有一度把這個手稍微放開一下 然後後來這個女的又把手牽上去嘛 你可以發現有這麼一段嘛 對 這個女孩子對不對 那他這個很漂亮啊 所以呢 當時這個攝影師把他拍下來 這攝影師 他把他拍下來就當作一個街頭美女嘛 只是覺得很違和 為什麼旁邊這個男的 就像蘋果的今日我最美 這麼不公平 為什麼他旁邊這個美女 好 他就把他當作好玩 就把他拍上去以後 糟了 闖了大禍了 為什麼呢 原來呢 剛剛講的這個胡繼勇 她是一個 這個中國石油旗下一個北京分公司的一個 黨委書記兼這個總經理嘛 旁邊這個小姐姓董 她不是她太太 她是小三 你知道嗎 然後更糗的是什麼 更糗的是這個胡繼勇 還有她老婆 還有這個董姓小三 在同一家公司裡面 你知道嗎 認識她同一家公司 然後 那她為什麼從北京出現在四川成都 原來胡繼勇是以上級長官的名義 到第一線的成都去視察慰問第一線的員工 所以呢 大家都以為他是去視察慰問第一線員工 結果他把他公司裡面的董姓小三一起帶去 神不知鬼不覺 沒有人知道 連他老婆都不知道 你知道 都不知道 結果 結果沒想到 沒有人知道他帶他去四川 沒有人知道 就還被四川路邊被拍到 對 就因為被街拍主認為說 這個小三長得太好看了 這件事情上了全國的新聞 而且事情不得不太好看 為什麼 因為他是黨委書記兼總經理 那他為什麼思想受受又搞小三 他的思想道德有問題 事情大掉了 他沒想到中國發生了不可思議的事情 你仔細看這個小三 那個董小姐穿的那個洋裝 這個洋裝竟然在中國熱賣 網路熱銷 然後剎那之間幾天 就賣了幾百套出去 而且沒想到他們還微微流行 一大堆女孩子 他們就穿著他們在網路上買的 這個董姓小三的衣服 然後群聚 為什麼 因為給他們一個希望 意思是要穿這個洋裝 你就可以跟黨委書記跟總經理 你就可以就在一起了 就沒想到後來 到後來 那麼中國共產黨生氣的發飆了 所以以這個為由 把他給雙開 什麼叫雙開 開除共產黨黨籍 開除他的職務 然後就把他滾出去 可是你知不知道 這個董姓小三 他事情出來了以後 那麼一大堆那個網友 就去立刻去追蹤他 追蹤他以後 找出一大堆 他穿著性感內衣褲 跟穿著性感這個等於說 那個相關的這個等於說泳裝 還有他炫富 他說那麼他有名牌包 有精品包 有Diffiny的傳介 總共花了三千萬台幣 很有錢 很有錢 那他錢哪裡來的 所以你就知道在中國 那麼你這些官員 一旦涉足這種所謂的 這個要把你逗下來 兩個東西 一個女色 一個就是財務貪污